全油管最快新闻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 2024年1月中国牛肉价格继续下跌 距离春节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 牛肉价格仍未上涨 这是由于近年来牛肉供给增加 导致牛肉价格下降 据数据显示 进口量以及国内肉牛村栏量都在不断增加 供给充足成为影响牛肉价格的主要因素 消费市场对于牛肉的需求不断上升 但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 下游消费端表现疲态 未来随着中国牛肉消费细分化 牛肉的销量有望上升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时